中華小姐 雖然華小姐的訓練行程十分緊湊 不過大會特別安排了一位神秘嘉賓 教導,想知道是誰嗎 很多華小姐大師姐 在娛樂圈都有非常好的發展 而李雅南就越來越有進步了 Leanne貴為2004年溫哥華華裔小姐冠軍 再湧奪2005年國際中華小姐的寶座 從而踏上演藝青雲路 適逢Leanne回來溫哥華探親 她還特地來到新時代電視 跟今屆的華者分享選美心得 為她們打氣 雖然已經時隔十年 李雅南就說對於一切都還是印象深刻 因為這個經歷改寫了她的人生 被問到如何才可以突圍而出 李雅南就說秘訣就是要做回自己 無論遇到甚麼困難都要坦然面對 流露出自信的魅力 在面對參選壓力的時候 她就認為佳麗之間的互相扶持 和打氣都可以舒緩緊張的情緒 一群佳麗有機會向大師姐 請教實戰經驗 真是獲益良多 今年大會的主題就是Be My Princess 經過大改造後 十位公主就以換言一聲的造型 去拍攝官方宣傳集 雖然一大清早就要設定化妝 不過十位華者 個個都精神熱熱 經過幾個星期的美容課程 和造型訓練 她們都很期待在鏡頭前面 看到全身的自己 除了有官方宣傳照的統一造型之外 為了配合Be My Princess的主題 形象總監Betty 還為華者設計了另一個造型 也很甜蜜 要拍一幅漂亮的照片 笑容和姿勢都是必須的 而眼神就可以傳遞 每位華者的獨特個性 在鏡頭前也表現得非常有自信 她們的拍攝成果還未有看 不過如果想知道更多華者的消息 就要記住留意下星期的純美首映